现在是第四年了 然后硕士阶段已经完成了 然后现在是去年 二三年进入博士阶段 这个工作呢 我们也是从硕士阶段 一直延续到整个博士阶段 其中也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不容易 也确实感谢很多 在这个课议中 给予我们帮助的同学老师 尊敬的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还有线上的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邓华清 刚刚贾老师的报告呢 非常的精彩 也让我的脑海中浮现了 我们这几年做这个课题中的 一些心酸 一些愤怒的一些画面 接下来呢 我也就是代表我们整个研究团队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做这个课题 从寻找科学问题 到成果发表的一个心路立场 首先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我本科呢 是就读于隔壁的重庆市 然后西南大学 然后是20年进入博士课理组 主要从事狼炮运输相关的研究 我一般在课语呢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运动的 也比较喜欢游泳 然后喜欢登山 然后在登山的过程中 我有时候也会对科研产生一些思考 我们整个课题的来人呢 贾老师刚刚已经讲出的 非常的透彻了 我们主要聚焦于就是狼炮运输 以及狼炮运输相关的一些 疾病的一些研究 我们组之前针对TPC1-23 做了特别多的研究 也研究了老乔乔里 发育不全症的一个致病机制 但是在2021年的时候呢 这篇文章引起了我们的高度关注 因为它说狼炮21均确实会导致 与PCH疾病高度相似的一个疾病 虽然它并没有明确地把它定义为PCH 但是我们发现它们的表情非常的相似 它们都是可能是由于神经 发育障碍所引起的 这也可能与我们之前 只要刚刚加斯所提到的 在狼炮运输过程中 这个共同的通路 是否有一定的联系 因此我们对这个问题 可以说是非常的关注 那么狼家实际服务 在这个狼炮运输过程中 到底它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它发挥作用的这个机理 又是怎么样的 那么它确实引起了这个疾病 与它在细胞中的一个生理功能 有什么样的联系 我比较喜欢登山 这是我之前一次登山过程中 拍的照片 就是我们刚开始 清晨进入山林 前面全是一片迷雾 在我们做这个课题的初期 也就像这样 前面我们有很多 不知道的问题 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我们遇到了很多的难题 首先第一个就是 加斯刚刚所介绍的 由夏尔玛尔和 Margaret Robinson 他们所做的工作 这两位都是 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 相信大家对这个学会 也不陌生 包括刘顿 达尔文 爱因斯坦 都是这个学会的会员 他们是我们南方议述领域 就像加斯所说的 泰斗级的人物 他们在内村体到 方二基体这个研究过程中 做了非常非常多漂亮的工作 包括 然后非常经典的 TPC-123 作为一个关键的桥接因子 桥接了一部分 狼炮从雷根体到 高尔基体的过程 然后Robinson 他们针对W11 在这个过程中参与 并促进了一个栓系过程 但是W11服务 究竟是如何促进这个过程的 我们还并不知道 因此我们也想寻求突破 我跟贾老师 进行了多次讨论 然后中间的过程 可能像贾老师说 有无数次 我们一周会有一次两次 甚至每一天都会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解决 然后我就在文献的大部分数据里面 其实看不出任何端底 然后我们就去看了一下补充数据 然后我就发现 我就去查了一下每个蛋白 然后比较一下训练 为什么这两个蛋白 为什么这两个蛋白它就这么的特异 然后我就去比较训练的时候去发现 它好像就跟它的一些货物蛋白 有比较相似的地方 就是含有非常酸性的一些区域 虽然说它可能说不是非常生理的一个相互作用 但是就像贾老师所提到的 我们也可能从中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包括我们在其他的文献中也发现 与WG21相互作用的病毒蛋白中 包括ICP0 还有PP28 也报道过 有相互作用最爱不是直接的 但是我们去查阅它的氨基酸序列的时候 也能够发现 它有非常类似的一个酸因素序列 因此我们就非常想知道 这些训练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也是一直在去设想 我们整个咱们俩实义服务 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决策 可能是我们比较多的去联系生活 想到物流过程中 它的整个物流单 从最开始收货到最后送货 到接收的一个过程 它实际上很多 它可能它的机制是一个固定的 前期识别 中期识别 后期识别 然后确保整个过程的一个准确性 也就是这样的大胆的一个猜想 我们还是进行了一个 前期的一个检验 为什么说检验呢 因为我们只是拿了 就是说已知的Simple 我们去看它们到底 有没有一个直接的互作 刚刚JRG也提到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实验过程中 有惊喜的发现 也有失望的发现 我们当时称之为失望 可能后期我们其实也是发现 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一个实验结果 我们发现就是Simple 它的第一个酸因素 能够跟W21伏合物 进行直接结合 并且我们通过BRI的方式 检测它们的一个亲和力 大约是20.8微膜 这也是我们可能整个课题 非常大的一个跨越 到这里好像就是 这次爬山 我们爬到半山腰 我们好像在云雾中看到了山的荣泊 但是我们在逐步往上的过程中 我们还是遇到很多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达B21伏合物重化难度 非常的高 虽然这个伏合物报道了 有十年之久 但是中间没有任何科技组 报道过它的重化流程 以及它的重化方案 甚至它的化学计量比 它的组装模式 我们都是不清楚的 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个活物 如果想做进一步的实验 我们进行了大量的一个尝试 我们并不知道 哪一种方案是最好的 因此我们设计了很多方案 并且每一种方案 它的时间都有一定的优劣 因此我们是所有方案去并行 我们首先尝试了人和表达系统 尝试了不同的标签 但是发现它要么就是高距 要么就是不容 我们尝试了很多问题 都没有办法去解决 然后我们也尝试了去定制抗体 虫化动物组织的内源蛋白 但是我们定制的抗体 特意性并不是特别好 我们在重化的过程中 也遇到了很多的麻烦 所以这个方案也没有成功 最后我们在空中组胞表达系统 里面去尝试的时候 包括尝试了经典的单病毒 多病毒 多启动子 双启动子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最开始想要的是 非常完整 理论上最稳定的一个符合物 但是最后我们发现 我们退而求其次 我们拿到了一个二元符合物 也就是它的一个核心符合物 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 我们进行到这里 实际上我们后面 做了大量的实验 也都是在坎坷中进行 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 遇到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在我们投稿过程中的问题 我们以为我们投稿了以后 我们会期待一个好的结果 我们感觉到达了山顶 但是实际上我们到达了山顶 向上望前后面 还有更高的一个山峰 也就是在我们整稿的过程中 像Maro他们又发表了一篇 重量级的工作 然后跟我们的理论非常的相似 他们也是发现 TPS-1R3可能有识别货物的一个能力 也就是说它也会辅助货物的一个识别 但是我们前面这个课题 经历了那么多的云物 我们都坚持下来了 我们也依旧坚持 就是说进行了更多的补充实验进行验证 我们发现在他们的定义的TL1 motif之外 我们所定义的就是两端的输水氨基酸 也就是F1364 我们将其突变以后发现 它的运输受到了明显的阻碍 也就是说我们定义的酸因素 是具有非常好的一个生理功能 也是能够解释我们这样的一个机制 更多文章的细节 刚刚假如是已经描述的非常的详尽了 这也是刚刚假如是所说的 我们在完成一个课题以后 我们其实看到的是更多的挑战 TL21符合物是借导内吞体 到戈尔基体运输过程中的一个栓系符合物 也就是图中红色圈圈所圈的 它是与Gogin245相关的一个栓系符合物 借导相关的一个朗炮的一个转运 但是在细胞里面是存在大量的 其他的一些栓系符合物 我们认为其他的栓系符合物 也有可能存在对后蛋白的一个特异性识别 因为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机制 这也是我们在狼炮运输领域 做出的一个打破之前经典的 一小小的一个发现 最后如果回望整个课题的话 从开展到最后研究到最后成功发表 也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坎坷 科研的乐趣可能也就是在 我们在翻过一座山 又碰到另一座山的一个过程中 有本昌老先生说过 就是人生的乐趣可能不在于 抵达终点的那一刻 而在于向前的每一步 我们在环山中探寻我们的一个出路 也正是我们所人生的一个乐趣 也是我们科研的一个乐趣 最后可能是我在做科研过程中的 虽然入门也不是很长 也不是很短 有一点点小的个人主见 首先就是多读 多联想 多讨论 我们课题前期的突破可能来源于 我们对文献的深入的一个挖掘 并且我们联想相关的 不相关的一些过程 然后我们会跟贾老师进行了 长达多次的一个讨论 包括就是贾老师刚刚所提到 我们在那个发现的讨论 那次我记忆非常的深刻 我跟贾老师是从中午吃完饭 大概12点多 1点多 一直讨论到晚上将近6 7点的样子 我们才去确定我们最终的一个猜想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经典领域 也可以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大胆的猜想 但是猜想过后 我们还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小心的验证 一定要更加严谨证 证明你的猜想有可能是对的 然后在实验过程中 大家这个应该是金标准 就是说对照实验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只有在对照过程中 我们才能发现我们的发现 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 有什么样的意义 有什么样的功能 然后再解决其实第二个问题 就是蛋白重化的问题的话 就是说增加瓶行实验提高效率 其实可能蛋白重化的一页的工作量 远远不止一张PPT 十张PPT或者一百张PPT的工作量 我们做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逐一去做的话 可能时间长度会非常的长 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 是增加瓶行实验 然后提高整个课题的一个进展 最后就是整个课题 我们其实涉及到有众多的合作者 我们整个课题的完成 也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然后最后感谢贾瓶行实的指导 然后感谢我们整个课理组团队和合作团队的一个共同努力 感谢所有朋友的一个帮助 然后感谢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全国重点实验室 华西第二医院和华西医院的科研平台的一个支持 以上是我的紫色汇报 然后谢谢随听恳请大家批评执政